我們雲端上面,所以你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的零零這裡 本來是只有註冊帳號,我有把那個 上傳那個日壓APK,並且轉APK這部分 把它畫面截圖放上去 那也就是說我希望最後可以什麼,你把它上傳到雲端硬碟 然後並且再用GG.GG,產生那個QR Code 也就是說將來我需要繳交的作業就是一定要有個QR Code 那這個QR Code的話呢 要不你就直接給我這個GG.GG的 然後步驟我把畫面截圖下來 反正1,2,3,你就按照這個順序把它完成 至於刪除的話 就是找到那個名稱下面的setting,然後把它delete 那如果要重傳的話,記得一定要重新整理 如果你沒有重新整理,你按那個upload,它沒有反應 這個可能很重要,你如果這個沒有注意到的話 它就沒辦法讓你 重新再上傳一個新的 VIP OK 請各位試試看 盡量 上傳的時候不要發生錯誤 不要錯誤的話 我一直強調 反正你檢查一下 你這個 任何的地方都不要中文名稱 首頁 一定要 叫做index.html OK這個名稱不要做錯 理論上應該就不會出錯了 那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今天可能我們就 沒有新的 就是把這個先練習完 那之後的話呢 我們後面還有 如果待會有時間的話 可能請各位 先看一下 第206F 也許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 也是利用那個我們範例的檔案 所以也許你可以 先下載一樣是練習檔 那練習檔下載之後的話 裡面 一樣是利用那個練習檔案裡面的 第206題 所以這練習檔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至此 然後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 206的 206裡面的話就是 等於是那個camera 就是說要做那個 這邊有很多圖啦 有點像要做個相簿啦 那相簿的話就是每一張每一張 我可以如果上下切的話 那該怎麼做 這個也許我們之後 再來看 裡面的話還有哪 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範例 主要第一個 把前面的再 複習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後面在零四的部分 會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網站 像這個也是這樣 你如果將來 因為我們前面 有一些限制 什麼限制呢 就是上面的這個圖 這個icon 小說圖 之前的話呢 我們都是用內線的 但內線的話 時間太稠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可以 自己找到一些icon 那這個icon的話呢 當然 自己 可以畫是最好 可是如果你不能畫的話 你可以到 然後我這邊有個連結 你可以去找 那我這邊是找到幾個icon 這個icon比如說針對什麼 攝影 比如說我這邊 總共就這個啦 這個是清單 那這個的話 是一個相機的圖示 這個是什麼 一個好像畫布 然後一個 郵件 那比如說這幾個圖呢 我將來呢 希望可以把它放到手機的 這個按鈕上面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第一個你可能要找一下 這個網站EDICON的話 裡面就是有一些免費的 免費的那個icon 那我們可以直接拿這個來做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自己用那個 像Illustrator 或Foloshop 自己去做icon 那其實難度當然更高 只是說後面可能要做蠻多設定的 裡面會牽涉到怎麼做CSS的部分 這個也許 我們後面再來看好了 所以如果 剛剛的部分 假如沒有問題的同學 也許可以先看一下那個 第206這個範例 那或者是說 換你的話 再思考一下這個 期末 專題的這個報告 那你大概想做的 也許可以現在就可以先收集一下 有關那個文學家的 相關的內容 那 先到這邊 我可以說 那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